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要吃的这个就是 蜆肉汤意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菜单呢? 就说早几天我摧摘到饮酒的时候 韩国的下酒菜叫做 在盐猪种类里面 其实有很多个料理都是有汤的 而其中一个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 背壳类的汤 而我们去摧摘 他们都是有这个背壳汤 然后我还看到它可以加洋葱 所以我们就加洋葱 谁知道一吃 哇 超级好吃 因为本身用背壳煲出来的汤 它是会有种 很清淡 但是很浓 但是如果你是口味比较清淡的人来说 你可能会觉得咸 但是我是这些重口味派的人 我就会觉得非常之中意 那基于我前日吃完这个汤巴士台之后 我一直都是念念不忘 一直都很想找个机会来做 然后刚好我昨天又去喝酒 然后我每次喝完酒之后 我都需要用一些汤类的食品去解酒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时机 我看到菜单上的名字好像是 然后加洋葱 背壳酒蒸 顾名思义是加了酒的一个背壳汤 我用我自己的做法去做了这个食物出来 主要品尖煮了 你还没想要去做这些食物 你还没想要在这个外面 ��手里的桃里的桃里的寒椒 我加上火 essa叫人不常在那里的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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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Control 我就想要把她的桃里的桃里的桃里 又在桃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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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里� 切成小火 切成小火 大蒜 唐辛子 切成小火 放入小火 一開始 散发 烤尺 丝一斤 砂糖 剪断 好 我不喜歡啦 因為我覺得每次喝完酒之後 需要有湯的東西落土 整個人才會醒到 我先試一下味道 酒味是非常濃 因為我加了很多白酒 之前我將它泡水泡了整天 所以它是沒有沙的 先吃意粉 我覺得我煮得有點鹹了 其實這個味道跟前幾天我在水泡裡面吃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因為喝酒的時候 通常下酒菜都會煮得鹹一點、重味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這樣吃 沒有飲品的情況下 它是會更加偏鹹的 我覺得我挺成功的 這個味道很像 但是可惜就是 我吃的時候是辣的 但是這個不辣 像一半又不像一半 我覺得我白酒喝得太多 所以它變了有一種西式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現在很舒服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解酒的時候 除了是要吃湯的食品之外 我一定要喝碳酸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有氣的 我才會覺得舒服 而且是同時吃的這兩樣東西 缺了一的話 我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我昨天其實真的喝得有點多 我昨天喝得吐 好了沒有試過這樣 因為昨天很開心 因為我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 然後他來韓國 所以就不小心 盡興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意粉 我覺得我下次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我現在是一鍋過 我沒有把意粉先煮熟 湯就有一點滑滑的感覺 但是通常韓國的這些貝殼湯類 它們都是清湯底來的 所以我覺得 下次做的時候 我應該先把麵先處理 然後我下意粉的時候 那意粉又不用再滾很久 其實我覺得現在 如果早點關火的話 會更加好吃 不過都不錯 我覺得我挺成功的 第一次做 而且我覺得我算 下得非常好 本來我還怕不夠 但我覺得都還可以 洋蔥和蒜是一定要先炒的 要不然味道會不會太出 我覺得這個意粉 除了蜆的部分 是因為首先要讓它先吐沙 要不然都方便的 因為就這樣攪一鍋 滾 加料就可以了 其實我是一個喜歡煮食的人 但是呢 我是一時時的 譬如我有一期 可能有幾個月 我都是很喜歡煮食 我就很少出家吃飯 或者我就很少叫外賣 因為已經煮了幾個月 那可能 我就忽然間有一陣子 我覺得很不想煮食 覺得很麻煩 我就會連續幾個月都去叫外賣 或者直接出街吃 我亦都會自己研究不同的菜式 所以 我也挺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一個人在家 是會煮什麼食的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這個系列 外面下雪啊 這兩天呢 是很難得的首爾會下雪的日子 看不看得到 正在下雪啊 但其實不算震撼 我覺得淋雪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所以我昨天去了 特意為了出去淋雪 好了 今天這個分享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這個主食系列的話 按個讚告訴我 按Follow家中 或者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聽 或者一些關於韓國的消息 還有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拍了一個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Theo說什麼 訂閱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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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